北京大学研究发现,每天爬五层楼梯,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20%,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往往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压力而忽略了日常锻炼。 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极为不利。 为了寻找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 发现每天爬楼梯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二、研究人员汇总分析了五项研究的数据,涵盖了455578名参与者。 这些研究的数据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多个城市。 研究团队重点分析了参与者每天爬楼梯的频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参与爬楼梯活动的人群。 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相对风险R2等于0.65%, 95%CI0.50到0.83%, P等于0.0008, 同时也能减少总体死亡率R2等于0.70。 95%CI0.560.87, P equals 0.02。 具体来说,每天爬超过五层楼,约50级台阶的人。 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降低了20%以上。 其他健康益处还包括防颤风险降低, 日本的一项前瞻性对列研究显示。 平日爬楼梯频率超过自动扶梯或电梯大于等于60%的时间爬楼梯的人群中, 罹患防颤的风险显著降低31%。 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UK Biobank数据显示, 每天爬楼梯110到150级的人。 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显著降低14%, 尤其是易感人群。 代谢综合征风险降低。 荷兰的一项对列研究表明, 每天不爬楼梯的人。 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升高90%, 这项研究为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 表明即使是简单的日常活动, 如爬楼梯也能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 爬楼梯不仅能够增强心肺功能, 改善代谢, 还能增强肌肉力量,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三、专家实践建议如下, 替代电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尽量选择爬楼梯而不是乘坐电梯。 例如, 上下班时可以选择走楼梯而不是乘坐电梯。 增加日常活动量即使时间紧张, 也可以通过增加日常活动量来改善健康。 例如, 可以在办公室里设置定时提醒, 每隔一段时间起来走动并爬几层楼梯。 家庭活动鼓励家人一起参与爬楼梯活动, 如在家中设置一些小挑战, 增加家庭成员的互动和运动量。 每天爬楼梯不仅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 还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项研究提醒我们, 即使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不应忽视这些简单的日常活动。 通过将爬楼梯融入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改善健康, 延长寿命。 新研究点赞爬楼梯, 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的血管会逐渐硬化, 弹性降低并可能引发一系列新血管疾病, 比如关心病、脑梗死等。 如何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呢? 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458,860名, 平均年龄56岁的参与者, 通过问卷收集了他们爬楼梯和生活方式相关的信息。 结果显示,爬楼梯的强度与动脉周样硬化性新血管疾病风险呈诱性关系。 一,每天爬楼梯超过5层,50级台阶, 与动脉周样硬化性新血管疾病患病风险降低20%左右有关。 二,单日爬楼梯总量超过20层后,其益处逐渐减弱。 三,具体来看,与不爬楼梯的人相比。 每天爬楼层总量达到1到5层,6到10层,11到15层。 16到20层,大于等于21层的人。 患动脉周样硬化性新血管疾病的风险分别降低了3%, 16%,22%,23%,19%。 总之,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 省时,有效的心脏病预防方式, 即每天至少爬五层楼。 爬楼梯,好处一楼框。 爬楼梯,也被称为垂直运动。 因肌肉被迫抵抗地球引力, 以垂直模式移动而得名。 它无需任何设备,不受天气影响, 十分适合居家锻炼。 运动医学专家表示, 爬楼梯不仅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还有以下好处。 加强肌肉。 爬楼梯迫使腿部肌肉必须不断抵抗引力, 抬起身体。 能很好地锻炼到多个肌肉群, 包括股四头肌、臀肌和小腿肌肉。 改善代谢。 爬楼梯有助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体内好胆固醇数量。 起到降血压, 促进心脏健康的作用。 每天爬楼梯二十分钟, 可降低患糖尿病、 头痛和骨质疏松症等疾病的风险。 帮助减肥。 爬楼梯一小时大约燃烧一千大卡, 体重较重者燃烧的更多。 有研究发现, 爬楼梯时燃烧的脂肪是跑步的两倍, 是步行的三倍。 改善平衡。 爬楼梯时, 脚、脚踝和小腿肌肉必须保持稳定来维持平衡, 利于改善平衡力。 健脑, 调节情绪。 爬楼梯可让肾上腺素飙升, 并刺激多种快乐荷尔蒙的产生。 有研究发现, 爬楼训练能有效改善认知障碍患者的思考能力。 你是和爬楼梯锻炼吗? 很多人担心爬楼梯会不会伤关节。 通过爬楼梯减肥合适吗? 这几个问题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考虑。 01年龄,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关节于骨病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健表示, 30岁以前, 软骨弹性较好, 爬楼梯可以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力量, 增加整个缓冲体系的承受负荷强度, 有利于膝盖健康。 30岁以后则可以根据个人身体状况适当减量。 2体重 1年纪轻, 体重较轻, 膝关节稳定性较好, 又希望保持比较好的心肺耐力, 或者希望维持正常体重, 可以每天爬爬楼梯。 2年纪轻, 体重较重, 如果没有膝关节损伤病时, 生活中爬爬楼梯还是可以的, 但不建议刻意通过爬楼梯的方式进行减肥或心肺耐力训练。 3体重严重超标, 不适合爬楼梯, 怎么爬祸一大且不伤膝, 爬楼梯好处多, 但操作不当也有风险, 怎么爬祸一大且损伤小呢? 依循序渐进的加量, 如果想抽出时间专门通过爬楼梯健身, 刚开始爬时, 从每周三次, 每次十分钟开始, 随着体力增加, 慢慢达到一次二十到三十分钟, 不要超过一小时, 每次训练之间一定要休息, 保证心肺系统和肌肉有时间恢复。 二, 先热热身, 每次爬楼梯前, 先热身五分钟, 可以进行原地高抬腿, 快走, 慢跑, 波笔跳等, 训练完后别忘了做整理活动, 尤其是对腿部和臀部的肌肉进行静态拉伸, 如公布蹲等。 三, 保持正确的姿势, 将整个脚平放在台阶上, 不要用前脚掌攀爬, 避免膝盖内扣和外巴, 以免加重膝盖和小腿肌肉负担, 身体素质欠佳者可以扶着楼梯栏杆爬, 上台阶时,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以免让膝关节过度承重, 避免膝盖内扣有助膝关节在正常状态下发力, 挺直身体上台阶, 避免将身体重量过度压在前侧腿上, 全脚掌着地, 下楼梯时前脚的落地顺序为脚尖脚掌脚跟, 可以减轻后腿过度受力, 四分组进行控制节奏, 将爬楼运动分组进行, 一开始先来一段步行上下楼, 在第二组上下楼中, 注意摆臂和提速, 身体健康的人刚开始进行爬楼梯训练时, 应一步一个台阶, 然后慢慢过渡到一步两个台阶, 让腿部和臀部肌肉得到更大强度锻炼, 燃烧更多脂肪, 也可以单步双步混合进行, 但平衡能力不佳, 膝盖有问题的人要量力而行, 日常生活中, 不妨用爬楼梯替代坐电梯, 未必需要刻意抽出时间进行爬楼梯训练, 碎片化运动同样能收获一系列好处。